剛才也提到,今個星期是一個業績期 因為有多隻藍籌公佈業績 不如先說中移動 因為他星期四就會公佈業績 中移動上星期已經開始升 今天都會繼續升 今天都升超過3% 我想問一下Ronald 現在市場都看好中移動的業績 和大家關注的焦點是 到底他在4G業務會不會有更多的發展 中移動你又怎樣看呢? 其實中移動都相當有趣 因為他這個星期的基本面 又沒有出現重大改變 反而行家不斷唱好股價 有些要100元有些106元 相當急盡的數據 今天收市有87.45元 但我相信無論如何 因為他有一個比較強大的現金樓 我相信都是有少少公用股的特徵 加上他有一個進攻性 就是科書業務和三資業務 都是較加基礎 還有人民幣概念 我相信都會扶持到他 一個早前較為落後的表現 追上來的一個較大的動力 但你的看法 就未必真的可以去到100元 是嗎? 我自己相信 我打過9折 應該90元來說 應該都有較大的機會 除了中移動之外 還有一種即將會公佈業績 就是在星期三公佈業績 就是騰訊 騰訊 現在市場同樣地都是看好的 原因之一就是因為 他那些網上遊戲 在今明兩年都會陸續 有一些新的開發 都會增加了他的收入來源 問一下Ronald 騰訊你是怎樣看? 騰訊方面來看 我覺得業績增長應該都是理想的 例如營業績 我估計有五成增長 純利方面應該有三成 特別是我們看網上遊戲的比重 應該會有所上升 比9年基礎 但反而要留意一件事 因為騰訊的投資策略 都是較為進取一些 究竟這些可否產生回報 以及往後的增長點是如何 這個是要考慮的 但從這一刻來看 我相信業績理想 應該都是對股價有幫助 跟騰訊同一日公佈業績 還有就是國泰 同樣你也要問問Ronald 因為國泰大家一說 就會想起的高油價問題 其實對航空股也是一個負擔 國泰你又怎樣看? 國泰方面來看 我相信有一點要留意 就是高油價 始終會殘跡到航空股的利潤 還有經濟回落來說 對它的航線收入來說 也有一個較大的打擊 但始終我相信 因為這些因素 即是說得太少股價已經翻譯了出來 加上我相信它都會維持一個 比較高的派息政策 所以我相信 可能是對它有一定的支持 都是對比起其他航空股份來說 我覺得國泰的投資價值可能會較高 除了國泰 還有就是平保 都是在今個星期公布業績 平保我又要跟Ronald聊一下 就是因為國壽上個星期發了刑警 令到它的股價折至下錯 其實今天都是繼續跌 拖累到一眾的內地保險股 都是有一個跌勢 平保也是其中之一 不過平保今個星期公布業績 今天看到平保的走勢就站穩一點 現在市場都是看好平保份業績 我想問Ronald 其實平保會不會是可以趁低吸納的時機 我覺得國壽上個星期的預警 都相當之慘烈的情況 這個可能會對平保本身的受險業務 有一定的看視 但平保本身的業務是比較雜 進攻性較強 例如有銀行業務或其他金融業務 所以我相信它的業績 應該是會給國壽來得理想 如果要吸納的話 其實我覺得 的確可以趁它有調整的機會之後 略為吸納一下 然後再有一個短炒 但是現在暫時都是看定些 或者等它公布完業績 是 好 我們講完這些業績股 然後就有另一個板法 要問問Ronald 就是和鐵路相關的板塊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內地發生了一個鐵路事故 就是和高鐵有關的 就是在武漢去宜昌的一段高鐵路線 本來今年的五月就可以通車 但是其中有一段 就出現了一個下陷的事故 所以就令到今天的一眾鐵路股 都是偏遠 比如好像中鐵建 今天跌超過7% 然後還有中鐵跌超過5% 我要問問Ronald 其實這些和鐵路相關的意外事故 比如好像那時候溫州動車事故 都令到一種鐵路股 都慘了一輪 跌了一輪 其實這些事故 是否會繼續困擾鐵路股 你怎麼看 我相信 其實從去年溫州動車事故 你見到 對相關股份的影響 其實都不是一時兩刻 可能都是一個比較中線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今次 今次金信管未有結論 究竟為何會有地陷 但我相信 這一個都可能會拖慢到 未往後的建設 還有現有軌道的運作 會不會有些成本 或善惡工作要處理 這個對鐵路股份 都有負面壓力 我都建議投資者 都要等一等 其實我想問一下 投資者現在的策略應該是怎樣 如果沒有貨 當然不要在這麼風險的時期 就吸納 但如果有貨的策略上 應該是怎樣 有人說過 富貴檢中求 如果你趁他調整之後 反彈的話 就可能有些短炒空間 但我覺得這個 就不適合所有投資者 但如果持有貨的投資者 我覺得其實又不需要 這麼急去調整 因為始終這個 所謂基建概念來說 亦都是一個比較長線的概念 另外一方面來看 現在業績其實都張志 我相信不妨等一等 在業績或展望方面 如果有一個交階的表現 我相信反而可以繼續持有 好啊 最後我就想問一下Ronald 其實今個星期 大家留意的焦點 一定是在業績上 因為都有幾多藍籌 剛才跟你談了 會公佈業績 你建議大家的投資策略應該是怎樣 還有現在港股市況 是否暫時還未很穩 我相信今個星期 消息特別多 投資情緒應該是較為觀望一些 亦都在說 選股不選市 亦都要考慮過股 特別剛才提及的幾個 反而有一定的投資機遇 但針對債市來說 我相信都是以政府為主 好啊 多謝Ronald和我分析 今天叫了兩杯飲品 就是西柚梳打 我們試試吧 好可怕 好可怕 冷靜 新嘗